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读书的妮妮 今天我们朗读的三文是 计较是贫穷的开始 一起来听 周国平说 人生的许多痛苦都源自于盲目较劲 我们是不是总有这样的感觉 明明自己没有做什么 却感觉身心疲惫 明明想要多交些朋友 却感觉话不投机 明明自己生活舒适 却羡慕他人过得有滋有味 明明自己劳心劳力 却依旧挫折连连生活悲苦 与其斤斤计较 不如稍安勿躁 计较往往得不偿失 记得有位网友讲过自己的故事 他和朋友去离学校比较远的一个剧场 看话剧 由于去的时间比较晚 话剧演出时间又比较长 朋友觉得看完时间太晚 不太安全 建议早些回 而他觉得来都来了 半途而废 很不应该 二人互不相让 互不迁就 结果朋友气呼呼地离去 而他则是郁闷地一个人留了下来 正所谓 末道真理与人辩 何须谏言论长短 很多时候 我们总是因为一些无关轻重的事情 不但影响了心情 还影响了友情 金星曾说 你越包容 你自己的生活越好过 你越计较 自己的空间越狭小 小孩子爱分对错 大人却总计较得失 可经历的越多越能体会到 计较越多越得不偿失 人的收获 往往不在计较之间 而在得失之外 计较让人身心疲惫 我仪就是一个自认精明的人 方远吉里没有他不熟悉的地方 他知道哪家店的葱最便宜 知道超市打折活动 什么时候力度最大 知道哪的衣服在处理 哪的裤子在甩卖 他会因为与小贩讨价还价 赢几毛钱而高兴一天 也会因为逃到便宜的东西 而四处炫耀 然而如此爱计算的他 却很难有真正的快乐和满足 因为算计 他总是害怕吃亏 每一笔账都要精打细算 因此常与别人闹意见 每天都经历冲突 因为算计 他总担心占不到便宜 早晨天还没亮 就守在超市门口守着开门 晚上耗到很晚 等着购买打折产品 因为算计 他时常处于焦虑之中 他的心思全都放在了占便宜上 不仅忽略了家庭 还导致自己身心疲惫 身体也没矿欲下 正如美国心理学家 威廉所说 凡事太过计较的人 实际上大都活得不幸福 人们总是无时无刻 盯着眼前 算计着一丝一毫的手艺 每时每刻都想着 将利益最大化 到头来却魂不守舍 心里憔悴 计较利益得失 就会深陷泥潭 无法自拔 计较功名利禄 就会吞噬良心 回头太难 计较人情是非 就会尘世缠身 逃脱不开 此逐必较的人生 太多算计急于心中 又怎能容下快乐与幸福 正如《红楼梦》所说 机关算尽太聪明 凡悟了轻轻性命 做人赢在宽容 输在计较 有一句话说得好 人心如露 越计较越窄 越宽容越宽 大智者必谦和 大善者必宽容 唯有小智者才夺夺逼人 小善者才斤斤计较 生活中 我们逢人处事 总会遇到各种问题 宽容多了 便会风平浪静 计较多了 反而迎来咒语狂风 人生苦短 事实无常 有时我们不必事事在乎 处处计较 不计较 换来了与他人的和睦相处 得到别人的尊重有爱 何乐而不为 决定一个人未来的 不是计较 而是善良 谦逊 和一个宽容的心 静静计较的人 会越活越累 古语云 生年不过百 常怀千岁忧 人活得这么累 许多时候都是自己 在和自己较劲 你希望朋友如你意 渴求万事如你愿 奢望事事顺你心 可最终 却让自己烦泪不已 痛苦不堪 心力焦脆 菜根坛中说 拨开世上尘分 胸中自无火炎冰静 小雀心中笔令 眼前时有月道风来 人心如衬 舍弃小事上的计较 减掉不必要的苛求 人的心静 也就趋于平静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人所不欲 勿强于人 将心比心 少些计较得失 才能让我们顺心如意 万事皆安 人心如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